为什么我都那么努力抓蜗牛鼻涕虫了 好像也没有它们爬过的痕迹 但青菜和幼苗还是被吃了呢 难道是它干的 是的 我终于找到了祸害幼苗的另一个罪魁祸首 那就是瞿搜 过去几年在菜园里见过它 但从没引起重视 这个春天不知是它肆虐了 还是我更关注菜园了 这才发现它对幼苗和绿叶菜的危害真的很大 如果你也还不是很清楚 总是把锅甩给蜗牛鼻涕虫 那就跟我一起来认识它吧 瞿搜 说实话这俩中文字我都不熟 查了一下俗称 有叫尔家子虫 剪指甲虫 或者甲板虫等等 我是统统没听过 反而英文Airwig而熟 如果大家知道它究竟叫啥名 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瞿搜是空虫类 有赤雅刚 隔赤木 跟我们熟悉的蝗虫蟋蟀同一类 其实说它是害虫还是很不公平的 因为它是杂实性的昆虫 也会吃另一种让我们很头痛的害虫 牙虫 但也许因为我花园里现在没有了牙虫 它们就都来吃冷菜了 如果你发现菜叶上有不规则的小洞 或者是丝状的 甚至会给幼苗尔砍头了 那多半是瞿搜所为 所以我们必须要控制它们在菜园的数量 给大家看看瞿搜雌雄的不同 主要是尾巴上的两个钳子 雌虫平直 雄虫弯曲 跟鼻涕虫一样 瞿搜喜欢阴暗潮湿的环境 夜街出来活动 但它有一个特有的能力 就是钻土 而且爬行速度极快 让我们很不容易捕捉到 但我们照样有办法对付它 方法一给辛苦劳作 又有些胆小的姐妹们 那就是净油法 用一个小盒装些植物油 油就用最便宜的蔬菜油 有人说建花油Canola Oil最有效 但我家目前都没有 也有人说再加点鱼罐头进去 更能吸引它们 如果你家里有就试试 把小盒放在渠搜会出没的地方 就手猪带肚般的手盒带虫了 第二天早起看看 还真有收获 如果多搞几个油盒子 估计晚上捉虫的压力 就会减轻一些了 而且如果你抓住了不敢捏死它 扔进油盒里 它很快就动不了了 也不应定每天换新油 我的四五天了还在起作用 我觉得加些新油进去应该就行 第二种办法是啤酒法 这个实际上是我闺蜜的发现 它本来是为了抓鼻涕虫的 没想到渠搜也是酒鬼 我闺蜜家呢比较慷慨 用了一瓶啤酒招待他们 分放在六个减了一半的一次性杯子里 每个都抓到了几个渠搜 反而没有鼻涕虫 所以如果你家里有多余的啤酒 不妨试试 我自己的事业效果一般 性价比太低了 天敌法对取搜也是有用的 但这个基本要靠运气 取搜的天敌是寄生莹 如果种了茴香 石螺草金斩花和香雪球花 也许会吸引寄生莹来你的花园按家 今年我自己种了茴香 金斩花也育苗成功了 等待花开 对了金斩花同时也会吸引蜜蜂 来帮我们刮类斗类授粉 值得给他们一席之地 无论什么法 其实都没有人工捕捉法有效 白天取搜移动缓慢 所以如果你可以去 翻开花园里的蓬蓬罐罐 木块石片 比如我这个花盆下就有惊吓 跟蜗牛鼻涕虫一样 取搜晚上出来蜜食 打着手电筒在菜上随便一照 就能看到他们 刚开始抓的时候 我家的Kell高床里 每一颗幼苗上 都占据着一到两个取搜 大切天晚上 更是发现一颗青菜上 三四个取搜开party了都 祸害成这样 必须将他们在犯罪现场就地蒸发 不过我做不来这个工作 只能拜托家里胆大的人来实施 经过几天的抓捕 我家取搜的数量已经明显减少了 如果你不敢捏死它 还是扔进油盒里吧 据说洗洁剂水可以喷死它 但我不想用在菜园里 或许也可以扔进洗洁剂盒里 能便宜一点吧 如果你试验了 请留言告诉我结果 好啦 这些方法呢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试一试 如果你还有其他的好办法 请在视频下留言分享 或者还有什么其他令你头痛的害虫 以及防治办法 也欢迎交流 祝大家的菜园都能健康无害 菜苗茁壮成长 洗洁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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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